欢迎光临 我每一件事情都在弥补 我过去生命中缺憾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是 你从来没有享受过此时此刻 我以为我有 其实我没有 我拍好男好女第一天的时候 东哥一直是侯孝贤导演制片 见到我说 侯岛还找你来拍戏 有没有搞错了 你明天不见了怎么办 就在那边骂我 我允许自己接地气 也终于允许自己不接地气了 我全然接纳 我就是复杂的人 曾经的伊能静 有着演员 歌手 作家 主持人等多种身份 更是多次与侯孝贤导演 合作的女演员 而如今的伊能静 选择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家庭 回望自己的演艺生涯 伊能静又有何感叹 虽然我现在是选择家庭 家庭是我的第一位 可是如果你真的给我那个机会 比如说我当时跟侯孝贤拍完 然后有好莱坞电影来找我的话 我二话不说我走了 我不会 我不知道我是这么想象的 但事实上侯岛找我拍《悲情城市》的时候 我还是跑了 我去谈恋爱了 但我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说 我其实很想当一个好的女演员的 我对这个东西是有眷恋的对表演 但我当时太想谈恋爱了 因为我生命里缺失的那个东西 让我以为那是我唯一的追求 我不知道 我能明白 所以其实我很后悔的 因为婚姻跟爱情 真的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 那个时候不可能同时兼顾吗 我既拍戏又谈恋爱 那什么时代啊 谁承认自己有老婆有女朋友啊 不是 谈恋爱并不需要每天都在一起 就我还 我也可以维持一段恋爱关系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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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个人都很忙的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那个时候 香港的文俊导演 当时包括成龙导演 他们那时候都有来找我 因为我会日文嘛 我那时候又很小 然后侯岛的电影又很红 可是我当时去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在那边太孤单了 每天就上通告啊 然后感觉很陌生啊 也是那段时间我认识了 嘉玲啊 然后认识了梅艳芳啊 然后认识了罗美维啊 这些 那时候他们对我都很好 但是我到今天我发现 原来是可以兼顾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才可以 曾经根本就不可能 是 根本就不可能 但我还是要讲 我以前把那个追求目标 放在这里 是因为我有那个缺失 所以我要的其实是一个缺失 而不是我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 对自己人生做的一个蓝图 我等于是在要我的过去 不是在要我的未来 我能明白 所以我现在在跟很多 就是我在讲 我常常我认为我最大的慈善 就是在我的微博上面告诉她说 你不要被你的过去 去阻碍你对未来的选择 因为其实我要的是 我过去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在未来想要追的 每一刻都是我的过去 但我是一个年轻女孩子 我有能力 我有机运 其实我应该去试试看 属于我一个人的 就我没有后悔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可是如果我现在教我的女儿 或我的儿子的话 我会告诉她去奔跑吧 往前尽你的可能 发挥老天爷给你所有的可能性 你会弹钢琴 你就把它弹到最好 你喜欢写歌 你就写它一百首 你不要被任何事情耽误 包括我们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开玩笑 我的前半辈子 四十岁以前 应该四十五左右吧 我四十五岁以前 我是活在过去的 我每一件事情都在弥补 我过去生命中缺憾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四五 所以你从来没有享受过 此时此刻 我以为我有 其实我没有 我是一个多么的 为啥老活在过去的人 我都不懂 可是它就是带给我很深的影响 而且我是无意识状态 那你能确定你现在在享受此时此刻 而没有再活在过去 我觉得我现在又有点太此时此刻了 我就觉得我又有点 这个有点太过了 你知道吗 就是此时此刻倒有点 就比如说你如果现在跟我说过去的荣耀 或什么 那跟我 就是我觉得跟我没关系 你会不会有点可惜 你本来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女演员 我有遗憾 但我觉得她就是这样了 那你现在觉得作为女演员这一部分 你未来就基本上已经是画一个句号了 还是未来还是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你说了以后 我才敢把这话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 就这样的话还是蛮听得挺厉害的 但是本来是有可能的 而且是有蛮大的可能的 而且我几次都是因为谈恋爱受不了 就受不了那个孤单 包括我去日本发过专辑 我们跟艾斯奈美会合唱过 那时候也在索尼那唱片里面 也是上了这个当时的Oricorn 也上了很前几名 就是前十几名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我还是受不了那个 从四国九州北海道这么跑宣传 一张小的Single 要跑半年八个月 然后见不到爱的人的那种情况 所以如果 当然这是一个如果 它是不成立的 就像我们刚刚在车上讲 可是如果我是个家庭幸福的孩子 老天爷给了我这么多的才华 我会不会更安定的 有时候 不知道 不知道 但的确是很任性的这种做法 对 对吧 就是你是个艺人的话 你有艺人 其实你的职责 你该完成的事情 我从来 我跟你讲 我对我的粉丝真的很自私 我不骗你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觉得 他们对我真的 太那个什么好了 因为 我真的就是 悲情城市在那儿 我就跑了 你知道 那本专辑卖得很好的时候 我就不唱了 而且我都是用跑的方式 你懂吗 丢一摊烂摊子 也不管何愿 你告我吧 就那种的 然后 我做过太多次这种事情了 我现在回头看 你当年没有被各种人封杀抵制 我觉得是一件挺奇迹的事情 我们碰到会觉得很磋火 这个艺人 很磋火 他很不靠谱 很磋火 我拍好男好女 第一天的时候 东哥 就这个 一直是侯孝贤导演之片 见到我说 就用台语 然后一边吃了槟榔 说 侯导还找你来拍戏 有没有搞错了 那边真的不见了 怎么办 就在那边骂我 对 为什么还来找你 我也觉得 但是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派系的人 就会觉得说 哇塞 这世界有人不为名 不为力 不为证明自己 就这么沉沦在一个自我想象的爱情世界里的人 也挺牛的呀 那我会觉得那你继续沉沦好了 你如果你来工作的话 你就应该百分之百投 有的人就想用你那个沉沦的状态 去完成他的作品 没有 我觉得那是对明星的一种纵容 因为你是明星 这一切 我经纪人在点头 真的 他觉得我很任性 这个是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 我太明白了 因为你红了 一切大家会帮你 帮你 我有一个问题 帮你成立 就是我不觉得我红了 我也没有意识到我红了 因为我赚的所有钱 都是要拿来还债的 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说 我有时候看蔡依林 我真的很喜欢她 为什么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当艺人该有 她很拼啊 第一她很拼 她把所有不会的事情都做了 对 我觉得这小孩真的很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她非常笃定她要做的事情 她非常笃定 而且毫不犹豫 没有任何事可以阻碍她 处女座的你知道 就是这个地球 必须是我让这个地球转动的 但我小时候不是啊 我就想跟在一个男的屁股后面 他帮我来转动这个世界 好奇怪 你恰恰是自己在转动 你不仅在转动自己 你还帮别人 你爸你妈他们在收拾 在转动 对 但同时你又觉得 我等着一个人来帮我 来拯救我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边 拼命要你转动 甚至希望有个人来给你转动嘛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 我在日本发专辑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专辑卖得很好 然后怎么样的时候 我的日本经纪人很高兴 他在我 我记得那时候在小樽吧 我们两个出去庆祝 喝小酒这样 然后到北海道宣传的时候 下大雪 然后喝着喝着走一走 我突然从他身边 咻一下又不见了 我摔到一个坑里了 因为那上面有雪 没看到我摔进去了 摔进去之后 他就哇 一下不见了你知道 然后接下来我起来 我脚这边就是滑了一片伤 就整个下去的时候 这一整个脚都戳伤 当时我还跟他笑笑笑笑笑 然后等喝完酒回酒店的时候 我看着外面 因为那个时候在日本是新人 虽然在台湾已经很红了 住很小的酒店 然后看外面在飘雪 看腿上一堆伤 我心里想 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在这里干嘛 然后我变成山口百会了 我还不是要结婚 就你知道我的逻辑吗 比如说我看《梅艳芳》 我会觉得他那么红了 他私底下跟我聊天 还是要谈恋爱 所以我没错的 你知道如果那时候 有个蔡依林 在那里旋转跳约 我比上岩然后滚轮 我肯定也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 就是OK 我没有自我吧 可能从某个人 又或者我的自我太强 我不知道 但是我身边的人 可能我在那个命运的 一种能量场里面 我所碰到的所有能量 都是相同的 有时候一个人的才能太多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一个人的选择权太多 不是一件好事 自古划山一条路 只要深耕的话 还是会 我相信天道酬勤 其实当时一能静 就说我要去谈恋爱 我这个不拍 那个不拍 那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任性的表现 人生只有两种状态 做和不做 做只有一种方式 好好做 但是人生 你也很难去讲 如果怎样 我就会怎样 因为那你也可以说 我体验了 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我的恋爱 你也是很真实 很可贵的呀 那你事业的确是有损失的 你本来可以 的确是可以在 表演的领域 再往上走 不止一步 可能更多 这是我今天也会替他 遗憾的一点 但人生就是这样 就你没法去假设 就是 我把我所有的能力 释放出来 这样的人生 你不会后悔 我觉得我现在 不需要被理解 而且打从心底 不需要被理解 就是说 当你的生命阅历 到你其实 最适合表演的时候 你的机会 开始变少了 不是 就是你没有机会了 我允许自己接地气 也终于允许自己 不接地气了 所以我 我觉得到今年吧 变化特别大 今年变化特别大 我觉得如果你去年采访我 可能还不是这个种的 为什么是今年 因为我觉得 我允许自己接地气 也终于允许自己 不接地气了 因为以前 我有一度很想证明 我很接地气 证明给谁呢 因为大家都说 我像小公主 什么这那的 所以 大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以前没办法 因为我要靠着群众的生活 我才有钱啊 我必须衡量 怎么样才是 能够挣到钱的那一块 就是有点像 青少年刚入社会的时候 你就得听老板的嘛 老板羞辱你 也干那份工 但其实你永远只能够 让那些喜欢你的人喜欢你 那 但我们 当我们做这行的人 是肖想 所有人都尽量喜欢 我们才有更多的话语权 就你刚刚讲的 我们都在争取更多人喜欢 我们才能有话语权嘛 对不对 甚至对我来讲 可能不是钱 在某个 所以你要证明 你们说我都特别公主 然后不接地气 我其实 我要给你们看 我手洗碗的手 也是很粗糙的什么的 对 但是 到别人说 我真的很接地气的时候呢 我又有点犹豫了 你知道吗 就觉得说 其实我内心 有特别文青的地方 你到底要怎样呢 我就这么贪 怎么着 因为我就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 我不需要 就是要 可能就是你讲的 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被理解了 而且打从心里 不需要被理解了 不是 我不是说我特别牛 我特别的自信 不是 就是因为我知道 不可能 别人是不可能了解你 或者 那我就放弃这些 因为我要这么去努力的话 我累死都达不到 我要的那个标准 那我就放弃 所以我以前累死了嘛 那我现在比较就是那种 我知道我有非常文艺的地方 哪怕别人觉得我很装 但对不起 我就是会花五六个钟头 去看两幅海平面的照片 然后感到内心无比的聪明 我不需要这世界 任何人知道 我朋友圈也不写 我照片也不拍 你知道 我这个微博也不发 你们根本不知道 我去过了 我连装这个 我都不用装 我自己爽就好了 但 同时我也在做一个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也在做一个 这么接地气的节目 然后会有人跟我说 你天天这样 你这 你本来是一个 红小贤女演员 你干嘛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一切都不存在 它就是在我的身体里 你知道 它就是在我的身体里 那就是一个 会在眷村里跑 不怕受伤 但同时 能够跑到聚校里 我们那时候学校 我们那个眷村 后面有个大棚聚校 跑到聚校里那边 去看人片腿的时候 感觉到说 哇 那戏剧的世界 我也能感受到 我在那那么小 在那看聚校哭 我在那跟着哭 它构成了一个 现实跟废现实的我 那我瞬间会有点 就是还是会有点觉得 比较可惜 会在想 如果当年 你没有那么任性 你坚持 可能放弃一些 那时候的生活 稍微不那么任性的话 你后来做成一个像 比如像张曼玉那样的 女演员 拱立那样的女演员 到今天你还可以在 很认真的演你的电影 就走那样一条路 你觉得是好 还现在这种状态更好 没办法假设 因为已经是这样 是 但你偶尔内心 如果当我这么问的话 你偶尔内心 会有一点觉得遗憾 所以我老公 我老公很可爱 他已经不下一次 就是在有点 扮梦犯罪的时候 跟我说 老婆 那个 老公赚钱给你 去拿奥斯卡 我说奥斯卡还太遥远了 那行 那你看要拿什么 你自己决定 他觉得 我被耽误了 你懂吗 他也觉得是家庭环境 你知道这件事 我以前没有想过 第一次 第二次采访你 我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但这次我就有 特别明确的感觉 我会觉得 如果怎样 你本来可以那样子 但是因为我现在 到我这个年纪 我明白 生活现在对我来说 特别特别重要 比事业可能要重要 但如果早几年 会觉得 哇 好可惜啊 我会有那种感觉 在那种会有那种 可惜的感觉 此刻我只会有一些 小的感慨而已 我有几个很文艺的女朋友 他们都觉得我很可惜 但同时他们也觉得说 我是 我常常开玩笑 就是说 我是以身是法的那种 那这个法 我说的不是法律的法 是我们生命都是一个法器 用这个法器来修炼 我们自己 以身命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 对 就是这个法器 别人就是 可能这个白蛇钻铃 法海拿个法器 就把这个塔给收了 他拥有一个东西 但我 我就是个法器 我不是拿着法器的人 我就是法器 所以我所有生命的 一切经验 其实我为什么 对我的未来 还有很多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那个少女感 我们以前聊过说 你为什么那么坚持 当个老少女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那个少女感 是因为你对生命 还充满了 也许我80岁会 拿个这家女主角呢 演了一个什么戏 我不知道嘛 就他还有一个 现在我已经学会了 人生永远不要把话说绝 对 因为真的什么都 只要我没闭眼那天 然后看我 就一切还都是有可能性 所以谁知道 现在给我的这一切 看起来很可惜的 不会是造就我未来 最不可惜的 我倒不觉得可惜 因为到今天这个阶段 我已经知道 什么是重要的了 对 因为人在不同的阶段 你对生命的排序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一点 是绝对的懊恼的 而这个懊恼 我觉得是一个共同的 是什么 是全中国的女演员 都有的共同的懊恼 就是说当你的生命阅历 到你其实最适合表演的时候 你的机会开始变少了 不是 是你没有机会了 但也没有那么决绝吧 几乎没有 很少 真的很少 很少 一般女演员到多少岁之后 就几乎很少这样的机会 或者说你就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到了四十岁左右 就很 真的是为乎其为了 所以你变成 你要有制作能力 要自己去做 对 你要自己去做 所以你当天自己去做 导演是因为这个吗 是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很 我很喜欢我演员 现场的表演 我很能够打动他们 比如说 也许那不是一个好作品 但很多人来看的时候 会说杨佑宁演得好好 他居然可以演一个渣男演的 最后一段好多人看到爆哭说 我讨厌不了他 我理解他的软弱 又或者陈乔恩 他真的在我们的电影里 他演得太好 太真诚了 包括吴君梅 他到这个年纪 他都在演妈 天天去怼小三的那种角色 可是他在我们的戏里 他演一个四十几岁 对爱情还要幻想的 其实演员被调配得很好的 那个是我的强项 但我的弱项就是 其实导演 导演就是导表演 我技术性很差 还有就是我不会浓缩 当时四个故事拍 一个故事就好了 你别新导演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事情 有让我 如果我将来还当导演 他有让我知道 什么是最重要的 其实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是拿掉 做减法 不是做加法 但我当时其实在帮 这个电影完全在做加法 什么样的演员 可以帮他增加票房 什么样的台词可以让观众有反应 然后 可是我内心又有很文艺的那一块 我希望它是有传达的 但现在我完全接受 我先生常讲我的 说你要不就全然达人秀 对吧 你就这么一用真人秀 做下去 你现在不得了了 但他说要不然 你就全然侯孝贤到底吗 对你怎么永远 怪 对他说到一个点上了 一个曾经侯孝贤 到后来又特别真人秀 特别接地气的人 像观众错乱的 他说你到底要别人怎么喜欢你 对 所以是你自己的选择的 那对不起 我也被喜欢了三几年 我现在还在被鲁豫采访呢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全然接纳 我就是复杂的人 而今年有一段特别棒的对话 就是我跑去跟我儿子 说了一段话 我说你看 你不要 我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说你要像你爸爸一样 你要专注在自己的才华上面 我儿子居然回了我一句话 他说你的人生比较好玩 我当时真的感觉到 有一种流金碎片 我就突然感觉 我跟我儿子今天有一种 叮叮叮叮叮 闪亮的声音 跟那个流金的急汪片 突然之间就静默了 就是看完你角度 那是很好的一个角度 他跟我说 你的人生比较好玩 我好幸福 我的人生真的很好玩 我什么都玩过了 我当过 开过八万人体育馆 演唱会女演员 做过三张专举 我当过侯潇前的女演员 现在大梦寐以求 就是希望有生之年 能跟她拍个戏 然后我居然做过达人秀 全世界都有 斯卡特参冷秀讲出去 国外可是 Semenza还是Amanda 对吧 就是有点想一想 然后我居然还能去 妈是超人里面 虎杯熊腰了一把 要别的女演员会觉得 那太low了 对吧 我可是侯小贤 我太low了 但我也不觉得 楼月那是所有 中国很多妈妈的缩影 所以你知道我儿子 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我太好玩了 我怎么没有意识到 我太好玩了 为什么我不能在人世间 当一个游走于 人世间的人呢 为什么世界不允许这样的人 因为他看不明白 然后我就觉得 行了 这个锁已经 彻底解开了 我就这样吧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 就他内心是有 挺文艺女青年 那个范儿的人 然后又是个 成名很早的一个女明星 曾经那么的 还不是一般的火 曾经是那么那么的 火的一个女明星 然后她还是具备 各种能力的一个女明星 内心一定会有 某种程度的遗憾 这是肯定的 所以人到一定年龄 有一个家庭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比较 会带给自己 安全的一个事情吧 因为人到了某个阶段 你的事业可能 不可能一直往上走 那有一个家庭的时候 其实会让你有一个内心 会有种有向后退一步的感觉 人可能某些时候 是需要这样的 一种状态的吧 但不会那么的 纠结跟执着 说那个坎儿就过不去了 倒也不会 其实我是一个很眷村小孩 典型眷村小孩 我爸在我生命里 有点太陌生 就陌生到有点 就是你没有的东西嘛 但是我有我公公以后 我有感觉我缺失了爸爸 瞬间感觉到 我那时候功课那么好 我却为了要赚钱 然后十五六岁进娱乐圈 我第一次深刻感觉到 我好遗憾 我想进学校 就是我们这种 眷村长大的山东女孩 那个有着台湾女孩的外表 这多转啊 有买一寸二的感觉 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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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